飘洋过海的爱情 萧宇的故事 温哥华的天空 只有雨 没有眼泪 萧宇是我的一个女朋友 比我大急税 多年前移民加拿大 认识她的时候 她女儿还在美国念书 先生在国内赚钱 她一个人住在一幢扩大的房子里 门口是成排的樱花树 窗外是灰蓝的大海 我们相处 只听她讲起她的先生 却从来没有见过她先生 萧宇告诉我 他们是一个大学同一届不同系的同学 初恋结成的夫妻 感情很好 萧宇毕业后一直在体制内工作 她老公却早早下海扑腾 最初几年都没有起设 后来有机会做了房地产 没想到生育越做越大 很自然的 萧宇也就迟了职 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丈夫事业成功 越来越忙 应酬多 一周在家吃不了一顿饭 两人见面的时间也少 萧宇忙两家的老人 忙女儿的教育和课后的活动 忙得不可开交 那一年 她女儿小生初 发挥失常 没有考取理想的学校 刚好她们家加拿大的移民申请通过了 她们就带着女儿来到了温哥华 加拿大的温哥华 背靠雪山 面朝大海 萧宇尤其喜欢 哥伦比亚大学这一带的风景 于是 她们在温哥华西区安了家 女儿读书 萧宇陪读 她老公 五一 十一 春节过来 母女俩暑假回国 这样的安排 能沾上东西方两边的光 她们的女儿 很快在学校出类拔萃 她老公的事业 也蒸蒸日上 日子就像温哥华的蓝天白云 像春天 芳草地上金黄的蒲公英一样赏心悦目 为了避税 萧宇的先生放弃了加拿大身份 她们都觉得这样的决定非常明智 日子过得真是顺风顺水 样样都没有耽误 这样过了没几年 因为女儿的学业计划 她们暑假不再回国 要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夏令营 或者培训班 萧宇的先生 也只在春节期间才能过来 后来 她先生的事业更加扩展了 公司受益 又上了一层楼 人自然就更忙 来的就更少了 一晃六年过去了 萧宇的女儿很出色 也很争气 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如愿以偿进了美国一所长春藤大学 她们母女也拿到了加拿大国籍 她们在温哥华西区的海景房 也长了一倍有余 真是样样称心如意啊 萧宇于是跟先生商量 预备卖了房子 回国陪陪老公跟两家的老人 她从来口若悬河的先生 开始支支吾吾 各种推脱 每次两人的视频通话 都是萧宇在说 她先生一副心不在焉 欲言又止的样子 女人到底是心细的 萧宇心中疑惑 就很快行动了 她选了个时间 谁都没有打声招呼 就突然回国了 纸包不住火 萧宇只用一周 就搞清楚了她先生这六年的故事 在一个人人力争上游的社会 萧宇的先生 做了很多有钱人都会做的事情 有了外事 不仅有了外事 还有了孩子 只是她跟其他有钱人的大脏旗鼓 明目张胆不同 她对萧宇自知内疚 心有不安 面对这种事情 人到中年的萧宇 虽然跟大多数女人一样 都听过看过别人的故事 好像都有心理准备了 但真的轮到自己 依旧很难面对 萧宇是天性安静 要好的女人 不屑跟人争抢 却又不愿放弃自己 二十几年苦心经营的家和爱人 闺蜜们都劝她不要离婚 但要找人教训一下那小三 萧宇却说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我跟我老公的事情 跟她其实无关 她心里明白 小孩都生出来了 教训一下小三 又有什么用呢 萧宇虽然能干 但多年家庭主妇的生活 又知道对方是个年轻美丽的女人 她再能干 再贤惠 如何跟青春去争抢呢 她不敢面对 这一地鸡毛的混沌感情 留下话让她老公选择 自己赌气回到了温哥华 萧宇的老公并没有做出选择 她说不用选 就是做了选择 每次她还是跟从前一样 跟萧宇通话 为了弥补自己的内疚 她给的家用只多不少 时间是最好的解药 温哥华这样的故事 也不新鲜少见 萧宇慢慢接受了现实 她跟老公达成了共识 不离婚 但提前分配好财产 大家各国各的生活 互不干涉 财产的分配 也满足了萧宇的要求 以她们的女儿为重 日子就这样 无声无息地过去 萧宇在哥伦比亚大学 选修了一些课程 打发时间 女儿有了男友 也在美国读研究生了 准备拿到硕士学位后结婚 此时的萧宇跟她先生 反而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两人经常微信 电话联系 萧宇知道老公的外事 也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一个人在那里带着一个儿子 跟一个女儿 萧宇的老公笑着说 你看 过来过去 我还是成了孤家寡人 不知为何 听到这话 萧宇心里落下泪来 当初她对她老公说 当初你若愿意选择 愿意认错 我可以回来 把你的儿子当自己的儿子养 陪你过日子的 她说着 声音都变了 老公在那边摆摆手 都过去的事情了 你还是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吧 何必再吃二道苦 不知为何 从这以后 萧宇想到那个女人 想到她一个人 如她从前一般带着孩子 不是一个 还是两个孩子 在一国他乡过活 萧宇心里的怨恨 竟然消散了 但生活总是不安常理出牌的 在他们各自安好平静之际 萧宇的婆婆 三更半夜打电话给她 告知她老公洗澡时 中风摔倒了 情况危急 萧宇放下电话 想都没有想 当即买了最早的直行机票 轻刻回到了国内 萧宇在国内 照顾陪伴她先生 整整六个月 昔日说一不二 刺杂风云的商界人士 成了两病斑白 脸庞浮肿 口眼歪斜 流着口水 说不出话 半生不随的病人 萧宇想不到 就这几年 人会变成这样子 风足残年 她心里想 原来风足残年 就是这样的 可她从前觉得 日子还那么久远呢 看到她的样子 萧宇心里 残存的恨和怨 都焉萧云散了 她握着她的手 将自己的脸 埋进去 哭得抬不起头来 她老公说不出话 却能看见萧宇 立红色发根上 都是执着的白色 下垂的脸颊上 黄鹤般 如枯萎的落叶 那张熟悉的脸 满是陌生的疲惫 和倦怠 她们的相见 没有一句话 她是说不出来 她却是不知说什么 她流泪 她也流泪 这六个月 这六个月 是她们一生中 朝夕相伴 最密集的时期 虽然有护工 有保姆 但很多护理工作 萧宇还是愿意 自己亲力亲为 她给她饱汤 给她念书读报 猜测她想表达的心意 空下来的时候 她跟她说话 给她看 她们过去的照片 回忆她们从前的故事 常常是她流泪 她也流泪 六个月之后 她要走了 那天 她示意拿过了iPad 用手写下 歪歪扭扭的几个字 老婆好 后面是出出细细的 很多个不成型的感叹号 或者省略号